恐龙家族迎来了三个萌新成员 首先破壳的是个女娃 刚出生就在妈妈背上挽起了滑梯 接着是老二 老二的出场方式有些淘气 头上顶着个蛋壳到处乱跑 还叼起地上的木棍使劲敲打爸爸 剩下的这颗恐龙蛋最大 按理说它的个头也很大 可结果恰好相反 硕大的恐龙蛋里居然藏了个小豆丁 它躲在蛋壳里面迟迟不赶出来 最后在爸爸的帮助下 才屁颠屁颠地走了出来 可却因为头重脚轻 摔了的狗啃尼还被老二打了几棍子 爸爸怒了 及时制止了这场闹局 恐龙夫妇种植了一片玉米地 他们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小日子过得还挺惬意 现在多了三只恐龙宝宝 家里的农伙也算是有人分担了 随着恐龙宝宝们逐渐长大 老大和老二都可以帮忙干农伙了 可老三阿洛因为身材瘦小 只能去做一些未鸡的小活 即便如此 阿洛连这个小小的任务也完成不了 看到哥哥姐姐把脚印印在了粮仓上 说明他们已经为家庭做出了贡献 可自己却一事无成 阿洛开始自暴自弃 打心底里看不起自己 为了锻炼阿洛的勇气 爸爸让他看守粮仓 一旦发现野人偷吃粮食 直接乱棍打死 可当阿洛看到被困住的小野人 自己却下了个半死 还因为过于善良 把小野人给放走了 爸爸感到很无奈 决定带上阿洛去追击野人 此时天上正下着暴雨 他们刚走到半山腰 就碰上了山红爆发 危急关头 爸爸用力将阿洛推上高处 而自己却失足掉下石坡 被无情的洪水给冲走了 爸爸去世之后 妈妈为了扛起这个家 已经累得趴下了 阿洛感到十分自责 她决定要克服恐惧 扛起这个家 这时遇到小野人又来偷吃粮食 阿洛想起死去的爸爸 瞬间暴怒 可小野人展开了一番激战 结果却不幸双双掉进了河里 等阿洛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身处于悬崖之下 没有了家人在身边 阿洛干啥啥不行 想去摘个浆果冲击 差点把自己摔死 想搭个帐篷躲雨 结果又以失败告终 小野人看不下去了 他给阿洛带来了一些浆果 为了填饱肚子 阿洛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但这点浆果根本不够塞牙缝的 他只好跟着小野人来到悬崖边上摘果 可峭壁上的小路凶险万分 走着走着前面就没了路 这可如何是好 小野人一口咬住阿洛的腿 搭建了一条硕大的恐龙桥 然后踩着阿洛的背部爬了过去 这种搭桥方式太过危险 差点把阿洛的小命给搭了进去 看到满满的一树浆果 阿洛两眼放光 着急忙慌地向前跑去 可这时小野人却挡在前面 示意他树上有危险 一棵树门有什么危险 阿洛直接绕过小野人 咬下了树上的浆果 结果 一条猛蛇掉了下来 吓得阿洛不知所措 最后还滚落了悬崖 这回 浆果没吃着 反倒摔了个狗啃尼 为了能够早日回家 阿洛决定不计前嫌 和小野人成为了朋友 小野人则带着阿洛 玩起了吹地鼠的游戏 可折腾了半天 只吹了一个出来 而阿洛深吸一口气 就将地下的小家伙 全部吹了出来 一番戏耍过后 天上突然刮起了狂风 还伴随着电闪雷鸣 阿洛想到爸爸 就是死在这种天气下的 吓得他赶紧跑到 丛林深处躲了起来 等到风暴结束 周围的树木已经全部坍塌 阿洛找不到回家的方向了 这时碰到几只翼龙刚好路过 阿洛急忙上前询问路况 没想到翼龙盯上了小野人 火急火燎地朝他扑去 眼看形势不对 阿洛驮上小野人开始逃命 翼龙则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这时前面又出现了两只霸王龙 吓得阿洛又掉头往回跑 但霸王龙并没有攻击阿洛 反而帮他赶走了翼龙 霸王龙兄妹告诉阿洛 他们看不惯翼龙欺负弱小 所以救了他 他们是在附近放牛的 可不小心弄丢了牛群 眼下正在四处寻找 为了感谢救命之恩 阿洛让小野人发挥他灵敏的嗅觉 帮助霸王龙顺利找到了牛群 可这时的牛群被几只迅猛龙给盯上了 为了将他们赶走 霸王龙让阿洛潜入牛群 站在石头上吼一嗓子 把刀牛贼全部引出来 好让他们一举拿下 于是 阿洛鼓起勇气爬上石头 开始大吼起来 看着阿洛这般有气无力 小野人给他来了一招狠 果然 盗牛贼们全都跑了出来 霸王龙们则趁机发起进攻 将盗牛贼仍飞出去老远 经过这次的邪同作战 阿洛变得比以前更勇敢了 相信接下来所遇到的危险 他也能从容面对 到了晚上 大家一起坐在篝火旁 听霸王龙说起了当年的英勇事迹 霸王龙说他曾经在水塘里喝水 被一条鳄鱼咬住了嘴巴 他反口就将鳄鱼撕成了两半 阿洛很佩服霸王龙的勇气 竟然可以这般无所畏惧 可霸王龙却说 当时他也被吓了个半死 但是这种节骨眼 他只能强迫自己克服恐惧 原来 克服恐惧可以让自己变得强大 阿洛恍然大悟 第二天 阿洛和霸王龙们一起放牛 看到了寻觅已久的找风雪山 他家的农场就在找风雪山下面 于是 他告别放怒的霸王龙 带着小野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可才刚回到半路 就遇到了可恶的翼龙 翼龙将小野人给抓走了 而阿洛也被打落山崖 好在有藤蔓缠住身体 阿洛才侥幸活了下来 看着翼龙们渐行渐远 阿洛顾不上自己的伤势 飞奔向前跑去 他顺着小野人的呼喊声 终于在一条河边找到了他们 此时的小野人躲在一根木桩里 被翼龙们轮流攻击 阿洛见状快步上前 将两只翼龙撞进了河里 翼龙的翼龙只能落荒而逃 眼看危机得以解除 这时又遇到了山洪爆发 小野人的处境十分危险 生死关头 阿洛学着父亲的样子 一把扑了上去 最终把小野人成功救上河岸 总算是有惊无险 这下阿洛可以安心回家了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他们在回去路上 遇到了一个野人家族 家族里的人都很喜欢小野人 看到眼前的一幕 阿洛非常开心 他在地上画出了一个圆圈 示意小野人有了一个新的家庭 纵有万般不舍 他们还是做出了最后的告别 这份真直的友谊 彼此永世不会相忘 故事的最后 阿洛回到了自己家人身边 他把这次遭遇当成了一种磨炼 因为这场意外 让他彻底克服了恐惧 阿洛把脚印印上粮仓 随时准备为家庭做出贡献 阿洛回到自己家庭做出财献 阿洛回到自己家庭做出财献